哈喽 大家好 回到 ks 看股 今天是啊 19号 10月19号 星期 三哦 星期三哦 那个中油股继续反弹了 现在有点新闻出来了 ok 啊 我们等下去研究一下 ok 我们讲一点故事先 看一看新闻 讲一点故事才进去看图了 我们整天 一一 ks 看股一进场 一开始就啊 看 看数据看图 看数据看图啊 有点闲啊 可能啊 现在 讲一点故事啊 分享一点故事 等下我们再 在看股 啊 可能没有这样闷啊 也许你们也不喜欢听我讲故事啊 口水多过茶了啊 不用紧啊 讲一点点啊 讲一点点啊 ok 啊 ok 现在 发生什么事这几天 中油反弹 中油那天我有讲 我看到中油 可能 可能 那个啊 有一点 有一点 很很 什么讲啊 啊 啊 可疑的动作啊 啊 就是突然间 没有人 没有人想到 没有散户会去买了 那个啊 中油了 因为它一直滑走下 滑走下 突然间你看 有人买进 有集团 我们买进 是看不到的 你跟我 可能你有很多钱啊 你买进 你看得到啦 你很多钱啊 我买进 是看不到的啦 那个 图那边看不到的 突然间有东西发生 突然间有东西发生 这些 这些啊 集团啊 我觉得啦 开始收货啦 开始买进 开始收 啊 怎么讲啊 啊 存货啦 啊 存货啦 存货啦 有可能啊 所以我觉得 那天我讲一轮啊 讲一下 OK 很多很多世界 我跟你讲 为什么人家讲 show me the chart i tell you the news 你给我看那个图 我跟你讲 有新闻来了 就是这个意思啊 没有一点包纵啊 可能这是我好运啊 有人我讲的时候 有人也讲我没有头脑啦 哈哈 你喜欢啊 你觉得我没有头脑 没问题哦 那个是你自己觉得啦 你觉得我有头脑也 也也要谢谢你 如果你觉得我没有头脑 我也不用紧啦 因为 我也没有包对的啦 我也没有包对 我是分享 我不是什么大师 我不是什么 啊 不是什么啊 出名的股票大师啊 我只是我学了 看图 OK 完了这些东西 完了这些股票啊 完了完了 这些指数啊 那些啊 这些东西蛮久了 所以大家分享不了了 大家分享不了了 OK 啊 然后拜了很多师傅 学玩的东西 学来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免费 免费分享 功课一定要做啦 功课一定要做啦 OK 不分 我跟你分享不分享 功课也是一定要做 做的啦 OK 就好像exercise这样啊 运动你每天都要做了 你不做运动 你的头脑就会慢下来 身体也会很差了啊 OK 啊 OK 看新闻先 等一下才讲这些东西 看新闻啊 中游反弹 OK 有新闻出来了了 OK 怕水灾啊 OK 终于有新闻出来了了 由于顶级种植者对洪水的担忧 棕榈油攀升至七周高位 OK 这电脑都给你啊 又快又准 由于担心主要种植者的风暴和洪水可能扰乱供应 棕榈油上涨至七周以来的最高盘中水平 同时投资者也对最大买家印度可能提高进口税保持警惕 印度尼西亚已向加里曼丹省和苏门达腊省发布洪水警告 并补充说 该国大部分地区的中到大鱼可能会持续到周一 据当地通讯社Compass报道 加里曼丹中部的降雨导致大范围洪水 切断了几条主要道路 据气象部门称 在马来西亚 台风Nisset可能会给增长最快的周沙巴和沙拉月的部分地区 带来持续降雨 持续的大雨和长期的洪水破坏了棕榈果实的收获和运输 并降低了油质 OK market是speculative speculative 记得market是speculate 不是发生了股票才起的 OK 投机的 哦 speculative 推测 哦 靠推测来 来来来炒了 不是讲等新闻 所以你讲等新闻 你是吃了啦 你的新闻今天去 吃了 那些那些 今天新闻来了啦 今天新闻来了啦 把那个 那个中优股很多都去到十八仙了啦 上到十八仙了 有些是多八仙了 OK 所以你等新闻也是 你是 可能你是不是最后一个 你也是蛮厚的啦 OK 不容紧 至少现在新闻出了 我们已经 比较有信心了啦 所以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你叫OPEC-U OK OPEC-U OPEC-U 他的 他的 他减右啊 是一致的啊 OPEC秘书长 一致同意减产 哦 所以他一重新减产啦 所以油价 OK 油价他减产发生什么事 OK 油价会可能会上到一百 一百块一桶啦 一百美金 不是一百马币啊 哦 so 啊 so 这边有几个银行有奖啊 Googleman Sec奖会去到108 哦 哦 呃 Maybank奖会去到100 100 202 2023 还有啊 TA 还有一个哪里啊 TA 啊 Maybank还有给BuyCore啊 哦 给BuyCore啊 哦 他对这个啊 这个这个 啊 中油啊 这个这个啊 能源 那里面 乐管啊 Dialog Yinsen Bumi Amada Hibiscus Belastore 啊 MMHC 哦 还有BuyCore Cell Core Sapura啊 还有TA TA给105啦 今年明年他给950 OK 这些叻 油还没有起啊 啊 为什么油还没有起啊 讲故事 啊 讲故事啊 OK 我们现在Palm Oil啊 中油啊 不好意思啊 写英文啊 Palm Oil啊 因为 写华语很难写 用这个 用这个mouse来写很难写 啊 Palm Oil Palm Oil Palm Oil起 so我们知道有一个现在是flut 震水啦 flut 好 so怕flut 第二个就是 油价起 oil price 油价起 好 所以有两个原因啦 我觉得啦 第一个of course 这个这个啦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你记得咯 每次 油价起 中油价都是起的 对吗 啊 所以我觉得会有 会关系到啦 如果油价真的大张 因为那个 OPEC 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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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種youtube啊 突然間 我們看到有一下量來 然後他繼續跌 這個是誰做的 啊不是你跟我 你跟我應該看不到這個什麼 應該不會看到啊 突然間要買進了 他說他繼續沒有跌 ワato一次啊 ワato一次 ワato不美 現在要開始 誰畫畫啊 哈哈哈哈哈哈 跌跌跌跌跌跌 突然间诶 然后撑住了没有跌了 然后我们看到一帅有量来对吗 一帅有量来 没有跌了 所以这边有量 突然间有量 为什么突然间有量 有volume 谁来的 你不是你跟我咯 你跟我买进 看不到他是会这样子上去咯 应该是好像我们讲的啦 应该是集团有开始 开始收获了 开始收获 可能他知道 淹水 然后他们 因为他们speculate 我们不用去speculate 不用去猜 我们看图猜 他们 of course 他们有他们的数据来猜 我们看图来猜 然后图给我们知道一点东西 不想包对 我们看了一点 所以现在真的开始反弹 能不能持久 就要看 这个淹水 是不是会很很 很过分 弄到那个出产会跌 产量会跌 这些东西 还有油价 会不会继续大涨 这两个原因 然后我们就可以 知道这个能不能持久 看图能不能持久 我们看图也可以看 ok 两个加起来最好了 我们会图也会看一看等下了 ok 还有这么美国 美国大企 那美国 那美国 那美国的那个 股市反弹 因为美国这个Bank 啊 美国的银行 他们意料的 他们的这个 啊 净利有有有有什么 比意料更好 美国银行 BAC 按周一公布季度利润下降 9% 低于预期 因为利率上升抵消了 投资银行业务下滑的影响 提振了利息收入 因为他的这个利息啊 利息高了啊 so他的这个利息的这个收入增长了 所以 所以 有有有有点好 其第三季度的净利息收入跃升 其第三季度的净利息收入跃升 24% 与摩根大通 JPMN 花旗集团 CN 和富国银行 WFCN 一样 后者也报告了 同期的净利息收入增加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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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哦 美国的这个银行啦 就这个他们报告比较好 比预料还好 所以 market大起了 但那个不能 我觉得是不会 不会顶多 不会上 不能不能维持多久 因为美国通货膨胀还很高 现在油价又要起 美国通货膨胀是受不受控制 现在他们讲 分分就美国4点多巴仙啊 4点多巴仙啊 4点多巴仙的这个利息是按不下这个通货膨胀的 分分钟要去到什么八九巴仙对吧 八九巴仙啊 如果是八九巴仙呢 这个呢 哇 market会 market会倒到 我跟你讲啊 market会倒到啊 哇 大经济衰退了啊 他们 他们要做一个经济衰退呢 那个通货膨胀才跌下来了 现在美国人还有很多钱 因为美国印很多钱 他美国人还有很多钱 然后他就业报告也暂时还ok but印掉那些已经开始裁员了 so 全部开始裁员 他大跌的时候啊 那时候才是我们真真恐惧 现在已经是恐惧 那时候大恐惧 那时候我看 现在market还会弹弹多一轮 我看还继续还会大点 so你要小心啊 什么反弹要小心啊 这个叻 这个啊 commodity叻 这个啊 啊 油叻 油跟这个 中油叻 可能他的反弹叻 是 是 也许可以长期一点啊 因为这个是人家 需要用的东西啦 煮东西 需要用这个油啊 然后需要用这个油来煮 煮 煮菜那些啦 还有那个车也需要去 汽油啦 能源啊 需要能源啊 能源 没有能源 那个世界就不会跑了啦 这个很多 以前我们听到很多 新闻很多人讲啦 美国 那美国啊 美国是run by oil 是用油来启动的 run by oil 美国是 油来启动整个国家的 是吧 开始啦 我记得啦 ok 点击点赞分享留言 点击点赞分享留言啊 不要忘记啊 支持视频啊 点击点赞分享留言啊 ok 看这个摄影有没有啊 视频长啊 不要有问题哦 又heng起 我就晕倒了了 啊 啊 CGSMB啊 记得要开户口啊 ok 点击点赞分享啊 要开户口CGSMB啊 ok 啊 下面有链接 ok 经济费很低罢了啊 美国新加坡 香港都可以玩啊 你要玩 你要买新加坡 你要买香港股 你要买美股啦 也可以啦 下面有视频 下面有链接 按那个链接啊 不要忘记啊 ok 按那个链接 然后填上那个表格 remister和括尼 你可以上网开户口啦 很简单不了 很简单不了 啊 然后你就可以买美股 新加坡 马股 香港都可以 ok 今天马股收1415 1415 1415啊 上了14点啊 蛮强啦 10 1053 啊 这边 亚洲有点跌啊 要小心一点啊 如果他 他 没有美股 美股还没有大跌 还ok啦 新加坡掉了0.102 香港掉了2点 香港掉了2.384 韩国掉了0.556 Nikkei 日本上了0.373 泰国掉了0.179 FTSC中国 掉了1.887 XXE中国 掉了1.187 XXE中国 中国掉了1.434 澳洲 上了0.308 啊 印尼上了0.379 纽西兰上了0.639 台湾掉了1.1 1.127 啊 印度掉了 上了0.101 啦 所以还ok啦 也不算太弱啦 有几个 有几个state啦 英国 英国 英国啊 FTSC上了 掉了0.242 DAX 掉了0.124 127 所以 欧洲有点跌啊 DAOZON上了1.12 左板 NYSE上了1.192 S&P上了1.143 NSDAX 上了1.0.90 所以美国 没有大跌叻 没有大跌叻 还ok啦 如果他有小调整 是ok啦 没有一个大跌啦 大跌几巴仙几巴仙 因为他很小心啦 中油 今天跌了1.371 17 3.717 RENU上了1.90 啊 原油上了1.83 他拿金跌了1.1645 已经跌了1.1843 那个Peter Schiff 讲那个金会上啦 暂时还看不到啦 我看图还看不到啦 怎么看图看到了 他还跟你讲啦 ok 看看KLCI KLCI还ok啦 他反台今天啦 看来他应该 他突破了1410 我讲 1410应该不大 主力不大了 一重就重破了 他的真正主力在1430 这个你要看 他突破了这个类 有可能他会 有长期 他不能突破这个类 完蛋 有可能他又要继续跌 他不能突破这个 也许他回来这边 做个投并肩 还有机会 如果他继续这样子下来 就完蛋了 可以暂时我们继续 继续再观察 继续再观察 AlexI突破50 必须守在50上面 他差不多创到50了 他创不破50 跌下来 这个就惨 可以看新闻 OK 所以云顶 云顶拿到这个 云顶拿到10年的 这个license 10年的这个 云顶马来西亚子公司的澳门博彩特许 全提案无条件接受 哦 哦 10年了啊 可以在这个澳门这边做这个 啊 开赌场了啊 这下肯定 啊 肯定马来西亚 肯定马来西亚 还没反弹 还没反弹的 要等 还在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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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等他跌到越低也好 这个跌到越低也好 越低也好 我们去捞他 现在还不能 ok 啊 西杰Samby讲要套利了啦 西杰Samby讲 西杰Samby讲这个啊 手套啊 你那天有追的你要 投资者应在手套股获利了结 因为预计三季度和四季度将出现亏损 哦 这些啊 哦 这些还会亏啦 这些啊 这些啊 手套股啊 所以你要小心啊 对于Hartelaga Holdings BHD 其股价低于我们2.30令吉的目标价 减持 而我们持有高产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目标价 1.38令吉 不过 我们注意到可能如果目前为每1000至21美元 99.12令吉的平均售价 ASP没有恢复 目前2022年下半年和EHCY2023的ASP假设23美元 我们对这两只股票的盈利预测将面临进一步的下行风险-24 他补充到 所以看来 看来 看来 周四 周四炒一轮 应该 应该我觉得 那个 那个手套股啊 可能还会跌啦 所以你要小心啦 可能 不失敌 可能那天的不失敌啊 我跟你讲啦 所以Bandex OK Bandex可能会拿到项目啦 所以Bandex今天大炒了啦 Bandex 追不及啦 水星证券表示 范泰集团可能会从棕驴游行业获得更多合同 他有给啊 目标93仙很高啊 Bandex Bandex 93仙啊 我今天有一个check口啦 这个我 这个有点 check口我不喜欢追啦 等它跌回下来 盖了那个check口 我才追啦 暂时不会追 所以他给93仙蛮高咯 蛮高 他还有 还有36个巴仙啊 改次你有 这个自动盈利讯号咯 你就可以拿来追这些东西 他给了你by call OK 然后他没有出卖啊 你可以继续收了 暂时这个咧 等等看啊 如果你要追可以试试啊 但我暂时我是不会追啦 可能要炒这个 可能他炒这个 26号 他的月季要出来了 他月季要出来了 26号 可能炒这个 炒完这个又跌回下来 可能这个有check口 不喜欢追啊 他红色动盈利有来啊 他RSI突破50 看来他也许还有lead 这个中价动力超过25了 25% 看来他可能还有力在上了 这个这个啊 我不想追窃口了 这样不了了 OK今天 这些啊 啊 啊 Economist讲啊 今天可能不会再 启息啦 国家 啊 这个啊 经济学家表示 至少在明年初之前 消费者可能会从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的任何激进货币立场中得到缓和 哦 他讲今天蛮来力了 他们表示 由于该国的通胀率与其他亚洲经济体相比仍然较低 因此国家银行不太可能连续四次提高其关键的隔夜政策利率OPR OK今天这个讲MHM 啊 MHB啊 他有量了今天啊 所以我们看一看啊 所以他有12个buy 有12个buy core 一个whole core 一个啊 一个 还有没有没有mine core 没有cell core 所以看来 啊 MHB蛮强的 今天有一点掉一点点下午了 我暂时还没完蛋了 暂时他有反弹还没完蛋 他有一个尾巴 有人买有很多人卖 他RSI突破50 OK 他RSI不能突破50 如果站在50下面跌下来或者跌破5.48 这个就完蛋 啊 最好他不要跌破5.70 5.7 啊 5.48是止损啊 IJM IJM拿到982M的工啊 水浪2的工啊 看上IJM 看上怎样 IJM OK IJM 没有东西啊 他在通道里还没有反弹 等他反弹先啊 还没有东西啊 FIN今天大账啊 啊 GNB给他2块44毛 因为他今天啊 有大的大的dividend啊 他们表示 由于该国的通胀率 与其他亚洲 他们表示 由于该国的通胀率 啊 周三上午 10月19日 艾芬银行宣布派发 每股18.09仙的特别股息 和每股4.53仙的中期股息 提振了FIN Bank BHD的股价 啊 so 啊 啊 充高了啦 不 现在他给 啊 CJMB给2.44啊 2.44还ok了 还有空间啊 不这个在这边 站高了 我是不追的啦 等他跌回通道底才追 啊 啊 啊 这个Hackstar 啊 Hackstack中UMA了啦 飞到不像样啊 Glomag Glomag讲他的啊 他明年啊 他明年会 他的这个 啊 Glomag明年的目标 是更高的销售额 新品推出4.69亿令吉 我看一下Glomag有什么东西啦 Glomag是没有什么动的啦 太多 太多category了 要减一点 找都打不到 太多了 加了那Politic 政治 Glomag还没有东西 还在华州下啦 ok ok 看下动力股今天 看下AirPod AirPod 讲了 看下Sam Sam今天 重一下又好像没有什么力 哎呀 真的气死人了 这个Sam啊 有一个尾巴 所以到这个顶 5.6这边 去不到去到5.16跌回下来 如果明天他是往下跑 哎呀 不要玩了啦 这个不能了 啊 你看他动力还是不错的 他这红色动力还ok 还有重做上去 看明天是红也许不要玩了 如果明天是轻还ok 我改成你了 我这个 啊 这个啊 自动盈利 这个啊 信号呢 你就追这些股就很容易了 他没有叫你出 你就不要 没有叫你卖 你继续守 现在他还是buy的 在这边叫你买 在这边叫你买 还可以的 还可以 还可以 ok ok 不好意思啊 刚才啊 我的这个家里 这边没有电来啊 我这一期没有电来 so啊 呵 呵 暂时停了录 啊 停了整一个钟多啊 现在才 啊 才有电来 现在才继续录 所以视频会夜一点啊 刚才那个视频录到一半 好彩我有那个电池啊 有那个backup battery了啊 还 so 上半个 上半个视频还不用再 再做过啊 如果是 没有那个battery 就整个要做够了啊 把那个那个那个电池也 也 也不够率啊 也不够电 可以 可以啊 可以录到完battery了啊 可以录到完那个整个视频了啊 十分钟就完蛋了 ok 嗯 ok至少 至少还有还有时间储存啊 so that's why有那个battery有时候好一点啊 ok 所以我们讲到sign啊 sign是跟哪一个集团啊 好像是hexta一起了啊 hexta hexta hexta还是金庆啊 其中一个了啊 他们是有关系 他们老板是有分的 所以正在炒了 就是炒金庆 还是炒hexta 啊 就是 他就有分起了啊 所以现在啊 就是sign 正在又是正在炒了啊 sign有机会去到2.055都有机会了啊 你看他哦 看我量一量啊 这边 他的动力啊 应该 哇 很夸张啊 这个 哦 可以继续手 啊 这个也许真的可以去到 去到这边都有可能哦 2.3哦 啊 ok 如果他跌回去1.78下面 你要小心了 不能了啊 你要小心看1.78 他不应该跌回去1.78下面啊 ok 他跌下去你要小心啊 啊 改次你用我这个啊 啊 Ks 自动啊 自动盈利 这个讯号啊 哦 这个BuyCore BuyCore在这边 哦 来了 哦 你只跟着这个讯号来跑 你就可以了 哦 你就可以了 直到他 哦 直到他 他叫你卖的讯号出来 你才卖啦 最 最这个 最动力股是最好用的 最动力股是最好用的 这个 啊 ok 看这个 我的这个啊 自动盈利指标啊 自动盈利这个讯号啊 啊 看一下 ok 现在我们看这个种子 ok 种子大部分都有上了啊 dx plant ok 双底 然后把他 上了蛮高 0.505 你要看0.505 他必须要突破0.505啊 ok 他不能突破0.505 可能会有 啊 啊 会有 会有 会有啊 什么啦 会有阻力啊 最好他突破2.505 他应该可以去到通道顶0.59 啊 0.59跟啊 啊 0.65了啊 这个他们就在集团已经 集团啊 集团啊 已经买 已经买进了啦 买进买进了啦 所以他们bock 那个 你看啊 4个小时啊 4小时啊 图啊 红色已经来了 红色动力已经来了 所以他们是bock bock那个真的 那个年尾 那个啊 什么啊 那个下雨季啊 会影响那个 那个什么啦 那个 那个中油的产量啊 如果真的能影响中油的产量 他这个真的中油可能会炒起来了啊 所以他们已经买进了 啊 tdm tdm比较难一点啊 tdm 他的两毛钱股比较难玩一点 啊 tdm他有一点背离 看来他有机会去0.2 你小心看0.2 啊 他有一个通道在这边 哎 我知道很多人在等视频啦 今天啊 因为 因为今天market才刚刚涨罢了啦 刚刚反弹哦 这个世界的视频很重要 他就 今天就没有电 突然间没有电来 然后 我这一区啊 整个区都没有电了 ok 他这边有一个阻力在这边 你要小心 不是讲他完蛋了啦 可能他还能去啦 因为现在他们是买进了啦 他们要炒这个年尾了 你要看哦 他的止损蛮远 或者你放这边啊 不要不要不要放太多 啊 不要放太远去啊 10% 0.5 10%左右 逃了啊 行情不好 10%左右就逃了 不要收到99了 ok DHS DHS DHS也是不错 他这边有双底 应该是有机会做了双底 但是他在这个1.04 你要看1.04很重要 他必须要突破1.04 OK 他突破1.04上面 他应该有机会去1.15 甚至慢慢的上都有机会啦 ok慢慢的上都有机会 ok BPLAN BPLAN 5254 5254呢 他也是有双底哦 现在他暂时 暂时他应该可以回到来这边 啊 0.73 应该可以啊 0.73 后我们要看他 看他啊 0.69 到0.73 应该是0.73 左右 可以他突破0.73 他应该还可以继续上啦 现在 现在就是看啊 看那个雨季 他会影响到这个 这个中油 会有几大的影响啦 如果他影响越大就越好啦 哈 哈伦 哈伦这个比较难搞 这个已经追高很高了 哈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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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呢 这个就没有这样好 嗯 他这边有主力2.1 要小心 他必须要突破这个 突破这个 他机会就很高 啊 2.135 啊 他不能突破 要小心FGV FGV 要看这个 1.43 他必须突破1.43 他才有 他就有这个 上升机会 哈伦 Navid 5.13 5.13 5.13呢 他的主力在这边呢 OK 他真正现在在主力啊 他能守在这个0.15上面呢 他应该慢慢的可以去上啊 Inno OK Inno呢 他有一点主力在1.54 我把他红色动力来了啦 他也蛮强啊 应该可以上到1.635啦 暂时 啊 暂时应该可以上到1.635 OK 我会看那个 我会看他的这个板块啦 他板块不能啊 然后我就会跟大家讲啦 所以 啊 但Brandation 他有一点突破 看看他 他这边有一个有一个主力线啊 啊 他必须要突破这条 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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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线的 呃 我觉得应该是在 给4.345啦 你看4.345 啊 他突破4.345 他应该还可以还可以上 啊 还可以上 答案 答案他突破有点尾巴 下来 看他4小时 有没有红色动力 哦 4小时有一点红色动力 OK OK 希望他不会跌回去 这个通道里面 OK 下个明天 明天他继续跌 你要小心 我不是想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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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什么啊 中枝股啦 真的会大涨很 今天 现在还看不到 可能他真的 哦他会大涨 哦他会涨到上来这边 哦可能会 哦 也许可能是一个小盘坛 但是还 还看不到啦 唯一有机会的 唯一我们看到 现在比较有 我觉得有机会的啦 有一点机会啦 不是大机会啦 market还是 啊 美国还会起息 所以很多东西都 都不是很好啦 所以market是不好啦 美国 其实 啊这些东西 暂时 我们 很多很多专家讲 美国还 也许还会跌多20% 啊 所以 啊 还没有跌到底啦 可能还会跌多 三六个月 他们意料啦 OK 所以这个呢 暂时 暂时我们看大局 我们跟着大局跑 大局OK 我们去洗手 大局不能就是板块 板块不能 我们就不要不要玩了啊 OK 然后看银行 阿Fin今天吼 今天炒那个啦 炒他的这个 啊 什么啦 炒他的这个 估计啊 OK Public Bank 欸 Public Bank今天很大动力哦 哦 他也突破RSI 突破50 但是他红色还没有来 看他4小时红色有没有 啊 4小时还是没有红色啊 啊 OK 他有点主力在这边 4.43 哦 所以他 但是我看到他来到4.43 比较多啊 要再上呢 要再看啊 要再看 啊 短期反弹应该是能到 这个4.43 应该是能到了 OK CNB突破了哦 CNB这个 这个有机会哦 CNB啊 我拿来量 OK 他应该可以到这个 Kernanger这边啊 5.65 这个啊 他突破了 他不要跌回下去啊 跌回下去 5.33就不好 他要站在5.33上面 他就有 他应该是有机会继续上 Oleon Bank还没突破 要突破要等啊 这个21 Oleon Bank啊 要突破这个21 21.12啦 突破比较好 突破他的空间上去 比较好 他还没有突破 等等等等等等 Oleon Bank 我看RHP啊 OK RHP有个小头并肩 RHP也是要等他有突破先啊 突破这个通道先啊 至少啊 至少要突破这个通道 突破这个通道才进比较好 现在还在下跌 下跌趋势 啊 这个通道应该在 应该在5.63 5.64左右啦 你看5.64左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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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其他的 看一下 哦 是这样多了啦 OK 今天我们继续看 那个 我们继续去跟那个 中油股 那个 啊 啊 中脂股 啊 希望 这个真的会发 不是 我们不是要 要震水啦 震水真的是不好啦 啊 我们也不想 我们 我们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啦 我们 希望他震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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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中油价钱继续取 我们的中油股 就会上 我们也不许 希望他震水啊 因为很多人会很惨的 真的 哎 不知道怎么样 怎么样讲啦 这个等天 等天 等那个天去决定啦 啊 等那个天去决定 他到底要不要震水 他要震水 啊 这个 这个股就有机会再上了 啊 这个中油股 他不震水 那些人 那些啊 那些啊 人就没有这样惨 但是啊 这个股又不起啦 so你 你自己祈祷下啦 看下那个 那个天要帮哪一边啦 ok ok 今天讲这样子先啦 我们明天再谈 拜拜